台北国际春季旅展年后登场 一开展就是人潮满满 百家厂商设置五大主题 除了有国旅 美食办手礼 流游学等多个展区 最受瞩目也最大宗的人士出国旅游 去瑞士是要去爬山 我想要去看到这个历史文化 都比疫情前大概贵了一倍 对 所以要稍微来逛一逛 看有什么优惠啊 去明古屋进嘛 然后又现在退休自由行的话方便 根据观光署统计 台湾人2023年出国累计将近1180万人次 其中日本多达422万人次 其次是中国和韩国 不过旅行社也指出 日本出游费用对比疫情前 已经成长了两到三成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 也深受台湾民众欢迎 越南 县港还有富国岛啊 其实人气都蛮高的 那因为他们的团费本来就不算太贵 大概2万出头 甚至我们在旅展有推出优惠是2万有找 泰国的部分其实也是人气一直蛮高的一个旅游国家 那泰国的话其实它的团费也不贵 就是大概1万多2万出头也都可以前往 带家人去肯定住饭店 而台湾国旅对比疫情时的高峰期 些微衰退 平保协会指出 目前房价偏高 离岛团费破万 并预估2025到2026年 国旅才会逐渐恢复到 疫情前的旅游状态 新唐野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